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在七堵区五幅桥头查看人行道从零四零三大地震 及后续不断余震之后捧共甚至掉落一小块边块的情况 由于有民众向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衔接百幅社区和六堵科技园区之间的五幅桥桥头人行道有捧共的情况 张耿辉除了到现场查看关心之外 也到大华桥巡视这两座已经有年纪的钢筋水泥桥梁 也要求基隆市政府公务处要用仪器来检测七堵区所有的桥梁 毕竟七堵区有不少货柜厂每天都有许多重车经过这些桥梁 大华桥我们现在所在的它是唯一没有钢筑的桥梁 而且也非常久的 经过这边经常从这边出土的重车非常多 帮我们货柜车等等 我会非常堪力 所以说这些没有好好的检测的话 怕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 那我也提醒 呼吁我们市政府对这些桥梁 要详细的做实质的检测 不是只有目测 尤其中央交通部 应该多给我们地方基隆市政府的补助 因为我们基隆市破柜车 破柜厂也不少 然后经常重车在我们辖区市区里面 都要经过桥梁 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说 当然我们中央的除了要来协助我们地方 那也希望我们立委在中央能够多征集一些经费 在没有征集到中央的补助经费下 在我们市政府的经费习可下 用一些仪器来实质的检测 这些桥梁到底有没有安全的遗力 那以维护这边通往新车的安全 张耿辉表示 虽然市政府公务处回应地震后 已经先目测过 七堵区所有桥梁没有结构损坏的问题 不过因为余政不断 他还是要求公务处应该要更积极 用仪器来检测 并且监测桥梁的结构 保障来往大小车辆及民众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